雙螢幕掛的,它會自動到另一個螢幕 對,接續一下剛剛的話題 我衣服,這一件衣服是那個阿美族的刺繡 那個華盛燒 也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支持 我是Better,然後我今天講的是選票成分分析 那成如Epa所言,我從第一次就來了吧 對,兩年的成果 我這個簡報是第四版還是第五版 對,那扣了 好 選票是我們目前體制內的武器啦 對,也可以說我們目前唯一有效的武器 那投票的動作雖然很簡單 但是要投的科學卻很困難 怎樣算科學等一下會講 我們其實不缺資訊 但是我們缺的是協助我們決策的工具 那因為沒有人做,所以我就跳下來做了 那這我的概念原理很簡單啦 首先就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了解自己的立場 這個很容易 第二個是候選人或者是現今政治人物的議題的立場 這是透過新聞去計算 然後最後是把知道自己的立場 跟候選人或檯面上政治人物的立場 有這兩個資料之後 就可以做一個Mapping加權排序 所以我可以知道 到底哪一位候選人或哪一個政治人物 哪一個立委 其實跟我自己本人是最接近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有用的資訊 那比方說這是 這臉真的很好看 這是一個新聞 先不要理會那個圖片啦 那有這個新聞之後我們可以去Tag政治人物跟議題 然後每一個人 每一個網友去協助他去判斷說 這個政治人物對這個議題本身的立場 然後再透過每一則新聞 每一個網友的評分之後 我們可以知道說 計算出政治人物對議題的立場 這邊假設是 好 這只是範例 好 那來一個真實的範例 假設我是王大銘25歲 那假設目前只有兩個議題 反核支持多元成家 然後目前有兩個候選人 然後分別一個 柯醫師是反核 這只是範例啦 不要太在意 柯醫師是反核 然後對多元成家中立 那馮朱比是 對河門中立多元成家 大部分人其實看到就是這個樣子 那其實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我們一般 遇到 遇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會很困擾 我們到底要因為反核支持柯醫師 還是要因為多元成家 去認同馮朱比 那比較認真的話 我們可以藉由剛剛新聞分析的方式 知道他們支持的程度 因為立場是一回事 程度也是很重要 但是這樣其實還是很難 提供我們做決策 所以透過加權計算之後 我們可以知道一個 候選人的相近程度 計算之後 0.25大於0.24嘛 簡單多了吧 那真實世界當然不會只有兩個議題 也不只兩個候選人 那我們困難的事情叫你電腦計算就對了 然後這些是副產品 就是最終目的是希望透過選民反映出的偏炮 去影響政治人物的行為 因為越來越有這樣的趨勢是我們網路上的名義 或者說我們去發生的力量 是會影響到他們的行為的 那他們也會計算 那目前需要的資源是 Laro的工程師 對還有壓力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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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